好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开始第六周 三重意义的救恩 因为我们学过掌心的部分 基督居于心中掌管一切 大拇指的部分 一个整体 然后食指的部分 两种本性 现在我们讲到中指 三重意义的救恩 那我们今天是第一天 一个事实的三重意义 那今天的经文呢 就是腓立比书一章的三到六节 腓立比书呢 是使徒保罗 宣教士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 在腓立比教会呢 是使徒保罗建立的 是欧洲的第一件教会 所以在书信里面 使徒保罗说啊 说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做什么呢 就感谢我的神 弟兄姐妹 我们也会想念我们的朋友 好不好 我们也养成一个习惯 当我们想念一个人的时候 好不好 同时我们也在心中 为他祷告呢 我想如果养成这样的习惯呢 一定是好的习惯 然后第四节说 我每逢 每次为你们众人祷告的时候 有什么感受呢 我都是怀着喜乐的心 欢欢喜喜的祈求 怀着喜乐的心 为你们祷告 我盼望我们对祷告有个概念 祷告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祷告是叫我们得力量的事情 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不要认为祷告是一件苦差事 当我们认为祷告是很苦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会逃避去祷告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点 祷告是叫我们有力量 是喜乐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怀着喜乐的心来祷告 那当然了 菲利比教会是很不错的教会 保罗呢也为他们喜乐 为什么呢 第五节说 因为从头一天 就是菲利比教会建立的第一天开始 直到保罗邪性的这个当下 保罗称赞他们说 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你们整个教会 一群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是一心一意 同心合意的 来传福音 广传福音 兴旺福音 所以保罗很喜乐 保罗说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心里动了善功的 有一个起点 必成全这功 这是一个过程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是有一个终点 就好像一条路 有一个开始 有一个过程 然后呢 有一个结束的终点 这个就是 我们救恩呢 有三个阶段 过去 现在 将来 所以呢 我们这个救恩呢 就有三个阶段 过去 现在 和将来 那我们已经发了一个图表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表 我们救恩的三个阶段 现在 就是这句话 我们用第五节 我们用第六节 来讲 救恩的三个阶段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是主 这个就是 救恩道路的开始 救恩道路的 第一个阶段 就是这条路的开始 往后呢 我们还有 很长的路 要走 必成全这功 这个是一个 必经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直到耶稣基督 第二次再来的日子 这就是这条道路的终点 那当我们接受耶稣为主 我们就从罪的刑法中 被释放 我们虽然从罪的刑法中 被释放 但是呢 我们里头还是有旧的本性 我们多了一个新的本性 接下来我们基督徒的 人生道路呢 就是 是一个过程 就是要从罪的权势中 被释放 然后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罪的现实中 被释放 到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罪的根 就被拔除 旧的本性 就被拔除了 那现在呢 我们要跟随新的本性 不要服从旧的本性 所以这个道路呢 救恩的路有起点 有过程 有终点 所以救恩是有三个阶段的 过去 现在 将来 这样弟兄姐妹能理解吗 好像一条路啊 总有一个开始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过程 走这条路 最后呢 抵达目的地 有起点 过程 和终点 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信而受习 必然得救 只是一个道路的开始 接下来就是 我们走这条道路 最后到耶稣再来 是这个道路的终点 也是我们救恩的高潮 信主耶稣的高潮 所以各位 我们将来的高潮 还在未来 我们信耶稣的高潮 还在耶稣基督的再来 耶稣基督的再来 是我们蒙上帝恩典的高潮 所以我们信耶稣啊 未来的日子是有盼望的 我们是充满了期待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第二部分 现在我们来看第九节 保罗就开始为 腓立比教会祷告 大家注意啊 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 是有具体内容的 他的具体内容呢 就记载在 腓立比书一章的九到十一节 这是保罗具体祷告的内容 保罗具体为他们祷告什么呢 为他们的爱心祷告 说祝福你们的爱心啊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 随着你们知识的长进 见识的长进 你们爱心也会越来越长进 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 分别对错 喜爱那美好的事 就是追求那最好的 做一个诚实 没有过失的人 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并且祝福你们 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 我们也可以用保罗的经文 来为自己祷告的 我们也可以用 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的经文 为别人祷告 也为自己祷告的 所以一章的九到十一节 大家最好能够熟悉它 在自己的祷告里面 就为自己来祷告 好了 那今天的经文呢 就是大家 把第六节给背下来 但是呢 熟悉九到十一节 用九到十一节 为自己和别人来祷告 现在我示范 怎么样用一章的九到十一节 为自己来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 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祝福我们 今年受洗的弟兄姐妹 祝福我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我们的知识在成长 我们的爱心也要成长 我们的见识成长 我们的爱心也要成长 一起成长 祝福我们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 求主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 能够分别对错 让我们不要被欺骗 求主帮助我们喜爱美好的事情 让我们选择最好的 求你帮助我们做诚实无过的人 让我们没有过失 指导耶稣基督的日子 求主耶稣让我们依靠你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谢谢主 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就是这样用这段经文 为自己来祷告 所以要熟悉这段经文 并且将第六节背起来 那今天大家需要掌握的就是 我们用第六节讲明 救恩的三个阶段 过去 现在 将来 好像一条路 有起点 有过程 有目的地 所以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救主 是这条路的开始 前面还有很远的路 让我们去走 这个过程里面 主耶稣要把我们从 从这个罪的权势中 释放出来 注意我们信耶稣了 就是已经从罪的刑法里面 被释放出来了 就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但是我们信耶稣之后呢 这一辈子的道路呢 一辈子的基督徒生活呢 我们就是要学习 跟随圣灵 服从新的本性 从罪的权势中 被释放出来 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蒙恩典的高潮 我们要从 罪的现实中 被释放出来 那个时候 旧的本性 就完全地离开我们了 所以基督徒是大有盼望的 大家对这个道路 要有认识 好 愿神祝福你 谢谢大家